大家好,印度神童阿南德分享在自己家种植的果实,很多人问什么是真正的财富,今天我只是想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财富,许多人将财富视为加密货币,因为它们的人气飙升,尤其是在2021年的今天,但我只想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财富,你应该投入什么时间和努力,这是纯粹的食物。 今天我只是想向你展示我妈妈种的,这是我们花园里新鲜的葫芦,我还想给你看一个漂亮的南瓜,所有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牛奶的帮助下种植的,没有任何化学物质,它们提供的牛粪以及天然的杀虫剂。 和这里是另一个南瓜,获得新鲜空气,纯净食物和纯净环境不仅是保障未来的最佳方法。 也是基本和内在的权利,地球上的每一个人,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确保的,这就是真正的财富以及其他一些商品,如黄金和白银,加密货币只是新技术,我想制作一个来说明它们的重要性,但是请在观看此视频的人尝试在家种植一些东西,并尝试投资于保护您的食物、纯食物和自然环境。谢谢。 谢谢。